離開失踪走的速度一年比一年還得快 國健署今天公布2019年離開失踪可是比2018年還要加快 所謂的癌症發生的這個死亡失踪就是每4分20秒 2019年新發的癌症人數為121,254人 比2018年的116,131人增加了5123人 在癌症發生人數上面已曾多走諸葛亮、賀一航等多未明人性命的大腸癌 共有17,320人心理患大腸癌 連續14年高居發生人數的第一名 肺癌也是,連續10年排名第二 第一位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大腸癌 連續14年都是大腸癌 第二位是我們的肺癌 所以這個是連續10年在男性的肺癌上面是發生人數多的 女性乳癌、肝癌分別高居第三及第四位 也都有超過上萬的發生人數 其他包括口腔癌、攝腹腺癌、甲狀腺癌、皮膚癌 胃癌以及子宮體癌 都明年癌症發生人數的前10位 如果以性別來做區分 男性有6萬4千多人性發黎癌 比女性5萬7千多人高出許多 年齡中位數 男性為65歲 女性則為62歲 男性口腔癌則是和肝癌順序復患 女性則是肝癌和子宮體癌復患 顯示性別及生活習慣 還是會影響不同的黎癌風險 我這邊特別倡議 其實男女在癌症發生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的狗腔癌 男性的這個發生的領域 就是女性高的11倍 那這跟什麼原因有關呢 跟我們健康的生活型態有關 國健署表示 2019年癌症時鐘會比前年加快 新方癌症的數以相對增加 和不健康的生活型態 以及高齡化有關 特別是肥胖者 據較高的黎癌風險 剛剛提到肥胖呢 是很多癌症的共同的危險因素 研究有發現 如果肥胖者 相較一般人 他的這個黎癌風險高達2到4倍 所以我們要倡議 肥胖者應該注意自己身體健康 國健署也呼籲 定期篩檢也是確保身體健康的重要步驟 尤其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間 如何顧及防疫 又能提早篩檢或是追蹤病情 都是近兩年疫情期間 最重要的課題 陽性追蹤以大腸來為例 如果我離癌之後 我篩檢之後陽性 其實我相較一般人眾 我離癌的風險高達20倍 那我癌症的死亡就是風險 死亡風險也高達6成4 所以怎麼樣來促進 一月做一個分流分艙 讓我們的篩檢的個案 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安全性的照顧 也是今年我們都會有重點